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尽力转成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所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两历宝藏论》 《两历宝藏论》当中 昨天前年造论之分已经讲完了 今天应该讲真实的论义 真实的论义 从中梵体的角度来宣讲所持 然后抉择能知的量的自信 意思就是说 一切所持万法的本体要抉择 过后宣讲能知的量 下面专门讲量学 首先第一个就是讲中梵体 以中梵体的角度来抉择 所持分为三个方面 所持之对境 能知之事 以什么样的事 了知什么样的对境 分这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 宣讲所持 所持经它这里分为发相和分类 就是两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次我们《两历宝藏论》当中 第一品主要讲的是经 就是对境的意思 当然这样的对境分析也好 心事的分析 凡是我们因明当中 所分析的这些道理 大家应该要明白 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因明这个学术 实际上它的来源也是佛经 就是佛经有关历史记载 在迦舍佛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因明推理学 所谓的逻辑学也是存在的 就是在迦舍佛的教法当中 也是存在的 后来我等大师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在《戒生礼仪经》里面 专门讲了四种礼 我们前面讲的法耳礼 作用礼 灌带礼 这些四种礼也已经讲了 四种推礼已经讲了 然后佛陀的《十地经》当中 也已经宣讲了笔粮 比如说以水料 了知水的存在 然后以烟了知火的存在 以菩萨外面的香 了知菩萨内在的证物等等 通过比喻来宣说笔粮 然后佛陀还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 佛陀告诉诸比丘 了知色法 应有言识与意识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了知色法 以言识来了知 以意识来了知 所以在此经典当中 已经宣说了显量 那么其他的有些 大乘经典当中也讲了 显量当中的 瑜伽显量 所以我们佛陀的经典里面 专门没有单独一个 所谓的量学 所谓的英明学 没有这么一个 单独的经典 这是佛经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在佛经当中 所谓的显量 碧量 推力 一直瑜伽显量等等 所有的这些道理都有阐述 因此麦彭仁波切 在《十两论大书》当中 也引用了有关经典 宣说我们英明的来源 就是它的来源 也是来自于佛教 当然佛陀的佛经 还没有出世的时候 世间当中也有许多的一些 比如说祖母牌 还有世间的一些 淡黄牌等等 就是世间论师的推力学 也就是说英明学 这是存在的 因此《量力宝藏论》 为什么要造 这么样好的论典呢 这是我们在诫文当中 也会接触到的 主要推翻外道的 各种邪见和观点 又同时推翻我们内教当中 有些声闻观点和 有些大乘的一些论师 还没有如理如是了知 法乘论师和乘拉论师的 观点的这部分 这样无解的部分 我们这次学习 《量力宝藏论》的 主要的必要所在 也就是我们学习了 这样的论典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第一个必要 我们以后遇到外道 遇到不信佛教的人 进行对佛教反抗 进行对佛教辩论的时候 我们以站在佛教的立场 如理如实地 就是不费任何经历 可以千而易举地推翻别人的 如山般的邪见 这是我们一名学习的必要 当然我们现在 虽然不是学外道的 我们都是学习佛法的 对佛法有一定信心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没有依靠 以真理的途径而获得的正见 或者说定解的话 那么很容易 以后遇到各式各样的外境 最后我们相续当中的 正见逐渐逐渐退化 最后变成消失 有这种可能和危险性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 在麦彭仁波切有关 教言书当中也讲的一样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外道的 也不想学习外道 但是外道和一些世间的 各种邪说邪见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在将来在我们学习 或者修道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邪念 因此我们现在学习 因明和中观的道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不一定 全部是修行有关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喜欢修行的 喜欢内观的一些人 可能会觉得所谓的因明 只是增加分别量而已 就是没有多大的必要 我应该安住在什么 无上大圆吗 或者禅宗 在这样的光明境界当中 如如不懂是多么好啊 可能会这样想 当然我也是很直接地说 如果我们在座的人 或者未来的一些 学习一名的佛友当中 如果真的是你二十四小时 或者你所有大多数的时间 全部安住在这样的光明境界 或者是当今无二的 显空双云的境界当中 这是我们非常随喜的 不学因明也是可以的 历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 传记来看 那有些根本没有听过因明 也没有学过因明 只是依靠一些传承上师的窍诀来 而获得开悟 恍然大悟 有这种实力也是非常多的 当然如果我们有些人 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平时跟其他外界的人 接触的时候 好像在自相续当中的 这种杂念分别念是相当可怕的 那么这些人来讲应该说 我们学习一名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学习一名 不可能你今天学一堂课 或者学两堂课 你的相续当中 马上好像天亮了一样 马上已经开悟了 马上已经什么都清楚了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逐渐逐渐可以说 逐渐逐渐 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正见 越来越明显 然后自相续当中的 黑暗的邪念分别念 逐渐逐渐会隐没 它有如实的这种作用 这是我们不管是隐蔽 还是宗的一个大乘佛法的力量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珍贵的学院当中 长期闻思的这些人的境界 他们的行为 威仪 包括他的言谈举止 都完全跟普通人是不相同的 所以世间的教育 在世间人的身上 也可以表现出来 然后佛教的教育 在佛教徒的身上 也同样表现出来的 从来没有读过数的人 和已经读过了 大学和研究生的这两个人 想比较起来的话 很多方面应该说是有不共之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五部大论啊 什么有关佛法方面 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人 已经学习过 常年学习过的这个人 两个比较起来的话 不管是内在的境界也好 外在的一些行为 各方面来说 应该是有天然之别 因此在座的人也是不要认为 学习一名的时候 觉得这个不重要 我们讲相关重要论的时候 讲四十六种魔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上师讲这个法 弟子不愿意听 就是弟子想听那一个 然后上师准备在这里讲法 弟子在哪里听法 然后他们两个的观点 始终都是不能大乘共事 不能大乘一致 这种实际上是一种违缘 也是一种魔障 所以我们平时 不管是哪一个上师 哪一个法师啊 他们所讲的观点 你自己一定要乐意接受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自相学当中的 邪念分别念很重要 每一次遇到哪一位上师 讲什么样的法 比如说一个上师 讲密法的时候 讲密法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要学习一名啊 一名很重要 中观很重要 那个时候把自己的经历 放在显宗方面 然后学正在显宗的时候 哦 这个法不是重要的 应该要学习密宗啊 就开始转移到密宗上面 这就是一种违缘 大家可能学习《般若经》的人 都应该清楚的 因此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学习 以前我们在汉传佛教当中 虽然所谓的英明 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学者 一些法师 一些知识分子 就是坐立的弘扬过 但是这个弘扬的范围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不是特别的广 因此以后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每一位法师 每一位这里的居士大德 大家内心当中应该想 我们学到什么样的法呢 应该想尽量地 用在以后的修道上 自己也是把这样的道理 用在自己的修道上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这种知识 应该传播给世间的人们 因为世间人们 我昨天所讲的那样 不要说像英明这样的 甚深的道理 连一般的有些推理 一般的有些逻辑都不懂 这样世间上有愚迷无止的众生 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发了这样的 大乘菩提心 应该自己获得的这种智慧 不应该用于我的家庭快乐 我自己的身体健康等等 不应该用于这方面 用到这方面 非常可惜 包括我们英明当中的 一个学问学道 用在对世间当中 遣除世间的黑暗无明 这一点极为重要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量力宝宗论》的第一品当中的对经 因为萨迦班智达 的确也是在生生世世当中 有些历史里面说 当过五百师班智达 因此他的有些语言 也是非常的严峻 应该说他所说的 这些法相也好 定义也好 任何智者 也是不能驳持的 表面上看来可能 我们有些道友也认为 《量力宝宗论》 不是特别多 可能让我写也是 闭关一个月我可能写出来 可能我们有些凡夫人 经常有这些非常可笑的一些妄想 但实际上我们凡夫 跟圣者比赛 恐怕根本没办法逼 因此他这里每一句 大家都是应该 认认真真地去研究 探索 分析 这样以后 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邪念 逐渐逐渐会推翻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搞清楚 那么他这个颂词当中 讲 净之法相 诗所知 首先所谓外境的法相 因为我们学习音名的时候 首先外境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知道外境的诗 由境是到底什么样的 那么以什么样的诗 了知什么样的境等等 所以我们在学习音名的时候 没有像中观一样 像圣医的空性 或者诸佛菩萨的一些境界 这些都并没有讲 就像我们俱舍论的道理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学习的时候 应该知道是以佛教的观点 对外境是怎么样的判断 对心事是怎么样的判断 那么这方面的理论和逻辑性 相当地强 一般的人根本没办法推翻的 所以我们稍微懂得一些音名的话 那么世间的一些 现在哲学系 宗教系 这些大学生经常探讨 知道是佛教的逻辑 跟现在世间的有些逻辑 完全是不相同的 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智慧 也会生起极大的信心 那么他这里 所谓的法相 大家应该清楚 因为这个法相 不具足不变的过失 果变的过失 或者香味的过失 这些都没有 真实它的定义 那么什么叫做 外境的法相呢 所谓的外境的法相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失 不管是分别失也好 无分别失也好 正确的失也好 错乱的失也好 凡是所有的 这个失的对境就是这个境 也就是说 所谓的外境 应该是失的对境 除了这个失的对境以外 有没有一个外境呢 没有的 这个我们根本没办法安理的 任何众生来讲 所有的对境要安理的话 应该是通过这个失 有些严失而失 彼失而安理的 有些与失而安理的 有些错乱的失而安理的 有些正确的失而安理的 除了这个失以外 根本失的对境以外 没有其他的对境 因此这样的法相相当地好 我们刚开始可能看起来 失的这个法相 就是外境的法相 是失的对境呢 好像到底是什么样 有这种感觉 但你如果真正去分析的时候 所谓的外境的法相 必须用失的对境 如果你没有用失的对境 那么外境的法相 不跟任何其他的事物混杂的一个法相 建立起来 有相当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第一个 应该要知 什么是外境 外境就是失的对境 这一点大家应该记得清楚 当然有关因明方面 在我们藏常佛教当中的 因明的理论是相当的丰富 所以如果对关于事的法相 然后有关事与行事之间的一些差别 这方面按照 尼玛派就是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就是《十量论大书》 还有《量力宝藏论师》 另外有一个《量力宝藏论师》 然后《智者入名》等等 这些论典的观点 以及《格鲁派》和《萨迦派》 比如说《格鲁派》 宗喀巴大师也是有 因明基础入门的法 还有《佛哲戒》也是遣除以安的 《入因明期论》 遣除以安论 以及《萨迦派》的一些国人 等等 他们的一些观点 都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 全部混在一起讲 恐怕 我想我们刚开始学习因明 可能有一点困难 因此我自己想了想 这次我们讲的时候 一般来说 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 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里不太想多地阐述 如果以阐述 因为我们这次第一次 主要是从《量力宝藏论》 本颂词的究竟利益和 讲义和自私的观点结合起来 这样解释可能好一点 各种观点混在一起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 然后我们第二次讲主持 或者讲稍微广一点的时候 各个各大教派的一些观点 稍微说一下也可以 当然对我来讲也是 所有各大教派的这种观点 并不是非常精通的 但是也并不是不知道的 因为以前在学院当中 刚开始年轻的时候确实是 在所有的学问当中 对本人来讲 因明和中观 凡是每一个五不大论的论典 都有非常大的信心 应该说信心是相当强的 然后当时自己 下了很长时间的功夫 所积累下来的这种智慧 现在虽然忘了一些 但是有时候稍微看一看 稍微想一想 基本上有时候想得起来 应该说有些道理 是可能能重复一下 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以前在上师面前 以前经常大概有可能 十多年的一种闻思的积累 所以应该说 可能说出部分的道理 但是我想我们这里 如果要讲很多很多的内容 有没有必要 也很难说 所以我这次主要是以字面上 给大家做简单的解释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什么是经的法相 已经讲了呢 那么下面这个经讲分类 讲分类的时候 破他众 坚立自众 遣除正义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破除他众的时候讲了 首先是宣说别人的观点 然后我们继续要 折破他的观点 用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宣说别人的观点 他这里是这样说的 颂词当中说 舍若胜称义共相 无限二则皆为净 舍若 假设说是胜称 胜称指的是 我们藏地有一些论舍 也叫做是一名前派的 昨天我们讲的 夏娃秋桑等等 他们承认 义共相和本无现有 这两者认为是实有的 他就是所取经 当然我在首先 还没有讲他们观点之前 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音明当中所讲的四种经 这四种经 如果没有可能分清楚 我们下面的有些 经与经之间的差别 就不一定能清楚 所以外经一般来讲 音明当中分为四种 所取经 单浊经 显现经和照料经 原来我们学习 中观庄严论 在这个时候 也给大家稍微讲过 那么什么叫做所取经 所取经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师以直接的方式来 去外面的自相的对境 如果这个所取经分的话 那么有从根方面来分 无根的这种对境 然后从外经方面来讲 色身相为出的 也就是说无经的这种对境 应该有这么多的对境 这就是所取经 所取经 大家应该记住 因为怎么说 我们以自相 也是以直接 自相 这两个很重要的方式来调持 然后叫做单浊经 所谓的单浊经 以间接的方式来 单着某种事物而取经 意思就是说 刚才是直接的 现在就是间接的方式来 单着某种事物 并不是我们眼睛 见到色法那样 不是这样的 它是以分别念来取经的 那么主要有 必量的对境 必量的对境 全部叫做单浊经 然后有一个叫显现经 那么显现经 它是以有相 无相的方式而取经 就是有相和无相 有形相和无形相的方式来取入对境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有相 我们的中相分别 这个柱子无常的 柱子无常的这种概念的中相 我要去执着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显现经 然后我看见 什么二月的显现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掐着眼睛的时候 虚空当中看见一个月亮 显现两种月亮 这也是二月的显现 这也是显现经 或者说 我们自证的对境 自己内心面前 了然明显的这种经 也叫做显现经 这叫做显现经 还有一个叫做照料经 所谓的照料经是什么呢 不欺货有经的一种对境 不欺货有经的对境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想外面有听到水的声音 我去照的话 这个水肯定得得到的 不欺货我的行事 我去照的话 一定会得得到的 不管是自相也好 中相也好 就是不欺货有经的 不欺货行事的这种对境 都叫做照料经 照料经 当然这个分为显量和比量的 这种经 全部可以包括的 刚才所谓的显现经 也有一些错误的对境 错误的对境 也包括在显现经当中 错误的有些对境 也包括在显现经当中 所以当然这四个对境 如果学起来都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参考资料 应该宗喀巴大师的 《英明如基础》当中 以前《雁华琴》翻译的这个论典当中 也是有四经的 大概的介绍应该有 《全知歌伦班》 它有《量力宝众论》的注释 这个没有汉文 这个当中也有四经的介绍 但是我想 我们今天给大家开阔的 很简单的 开阔性地讲一下 在四经的差别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 柱子可以说 几种对境都可以这样想 因为我的眼睛面前显现的缘故 它可以作为显现对境 然后我的眼神 如果去制作它 我的眼神就是看见它 看见以后 我马上要拿出来这个柱子 那么这个叫做 照了对境 它不及过我的眼神 可以这样讲 然后别人说 这里有柱子 听别人的话语 我就担注它的对境 而去求这个柱子 那么这个叫做 单指对境 我眼睛先亮 已经见到了它 那么这个就是所取境 所以一个对境 也可以成为四种的境 因为它的有境不同的角度来 安立为四种对境 这种显现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四种对境 首先一定要有所了解 如果你没有了解 下面的好几个辩论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对方对所谓的 这些对境的差别 这些都是一目了然 所以说一会儿说是显现对境 一会儿说是索取对境 一会儿说是单着对境 那这样我们对基本的概念 如果没有了解 有时候也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今天要求大家 这四种我们学习音名的话 每天都是新的几个名词要记下来 就像原来我们学习 俱舍论的时候 每天都是要记一部分 新的一些佛教 俱舍方面的一些名词 那么我们学习音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有一些专用的这种名词 那么这些专用的名词 不管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应名论典当中 都有明显的 因此大家这样记了以后 以后学习任何一个佛法 在任何一个理论上面 出现这些名词的时候 你就马上会通达它的意义 这样以后 所谓的四种对境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刚才音名前派的这些人 这些人把意中相 意中相 我们前面也讲中观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什么叫做意中相呢 不同的地方 时间 还有一些形象的这些东西 全部以自己的分别念 综合起来 执著 也就是你的思维结构当中 出现的一种种的概念 这叫做意中相 比如说别人说柱子 所谓的柱子 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你马上有一种概念 你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一种形象 这就是叫做意中相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刚才所讲的 本无兼有 本无兼有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念眼睛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月亮 但是马上就出现两个月亮了 或者有严病的人 一看本来是白色的海螺 马上变成黄色的海螺 或者说有严病的人 在虚空当中出现一些 密密麻麻的一些乱发 麻发 那么这些本无兼有 本无兼有 本来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外境当中确实是出现 那么这两种东西 隐名前派的人 隐名前派也就是说 刚才学义隐名派的这些人 他们认为这两个对境 实有的所取经 我们不是前面刚才讲了吗 所取经应该是实有的一个东西 它有自相的一个东西 外境存在 当然这个我们一听起来的时候 都是心里不熟吧 肯定不是这样的 因为毛发和耳缘 怎么会有自相呢 肯定不是真实的所取经 只是承认这样所取经 肯定不合理 大家都应该 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 只要不打瞌睡 不坐飞机 没有任何困难 那么下面 我想这次讲隐名的时候 很多老年人 可能有机会坐飞机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当时没有钱 一直没有坐过 那么当年老了以后 有这个机会了 也很好 这也是学习佛法以后 佛的加持 这两个道理 大家应该清楚吧 什么叫做义种相 什么叫做本无坚有 本无坚有和义种相 这两个问题 一名前派认为它是外境当中 是真实存在的 实有的所取经 那么我们下面 萨迦班智达开始破这两种观点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他破对方观点的时候 他说 如果你这两种对境 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你的有境变成不错乱了 这是一种过失 还有你这两种对境 如果真实存在 你旁边的人 也应该能看得到了 有两种蜕蜜来 推翻对方的观点 那么第一个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则为趋比二十五 他说 如果这两种对境 真实存在 这两个对境 刚才眼识的对境 还有那个意识的对境吧 因为一种相 是意识的一个对境 然后二悦的显现 就是眼睛的对境 这两个对境是 真实所取经的方式来存在的话 那么颜色和意识相为 不应该变成错乱的事了 就不应该变成错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对境 完全是实有的 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不是错乱的 比如说 我们前面放一个瓶子 放一个柱子等等 有一些东西前面存在的话 这是我也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而且它真实存在的 真实存在的东西 怎么会是 执著它的意识 怎么会错乱的呢 我的眼识也根本不是错乱的 所以你见到两月的眼识 不应该错乱了 然后我意识当中 执著外面柱子的这种概念 中相 不应该变成错乱了 这两个识 不应该变成错乱 这是我们对他 发的一个态功 然后对方在颂词当中 对方是这样回答的 若为今有人如顺 执著未识本错乱 他说 本来额语和中相 虽然是存在的 这个是《所取经》的方式 已经存在的 但是执著它的意识错乱 并没有什么矛盾 比如说我们黄昏的时候 看见地上有花蛇的绳索 花蛇的绳索 人们无他为是毒蛇 无他为是毒蛇的时候 他认为毒蛇的这种花蛇 本来都是地上存在的 但是它的眼识错乱还是存在的 眼识错乱也会出现的 所以刚才额语和中相 虽然是外境当中存在的 实有的一个东西 实有的外境 但是意识错乱的现象 并不是没有的东西 还是可以的 就像是花蛇的这种绳索 堪持毒蛇 执著毒蛇的犹径 应该是错乱的 但是这一点 也是人们觉得是可以的 他对方给我们这样回答的 然后下面萨迦班哲大 再进行辩驳他的观点 执著竟有果未错 犹金如果知舍妙 他说 执著扎蛇的犹金是存在的 这一点是根本没有错的 我们也并没有说 花蛇的绳子错的 这个没有错的 这个对境当中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执著毒蛇的 这个犹金是错的 但是对境也是错的 对境也是没有的 你看对境上面 有没有一个毒蛇呢 肯本是没有的 执著毒蛇的犹金也是错的 金也是错的 这两者都是错的 所以执著毒蛇的对境 并不是真实的所取经 并不是真实的所取经 如果它是真实的所取经 它的犹金是错的 那里面说的 一种相和刚才二月显现的 对境是存在的 它的执著的犹金是错的 这样说也是有个理由的 但是这个根本讲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执著毒蛇 实际上是它对境上 根本没有毒蛇过 根本没有的 然后你去执著的话 外境也是错的 油镜也是错的 但执著化蛇 外境也是没有错的 油镜也没有错的 所以这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详细看 真的这个推理 还是相当好的 对对方 因为大家在这里 为什么突然这样一个辩论出来呢 主要的问题 下面还在讲 因为因明前派 他在四种对境当中 刚才讲的一种相和二月的显现 这两个认为是实有的对境 这个是他们的 最大的错误 所以撒迦凡指导 刚开始的时候破他们观点 当然撒迦凡指导 他自己也承认 这是一个显现的对境 显现的对境他也承认 但是他根本不承认是实有 除了一世以外的 一个实有的对境存在 这一点是不会承认的 因此我们想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想也想得出来 中相其实 分别念的一个对境 它是不是对境呢 应该是对境 因为承那论师 在几量论当中也讲了 所谓的境有两种 第一是中相 第二是自相 我们下面还在继续讲 从缘去方式的角度来讲 境应该有两种 一个是中相 一个是自相 所以承那论师也承认 中相是一个外境 外境是承认 但是不承认 它是一个所取境 因为所取境的对境 必须是有自相 实有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所谓的中相 根本不可能有 比如我们心里面 想起了伯达拉宫 你的心里面 只想起一种它的概念 那你这个概念当中 有没有伯达拉宫未成的成分呢 根本是没有的 只不过我的一种 意识的一种概念而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也应该能 破得到一面前排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说旁边的对境 也应该 旁边坐的人 也应该能看见这个对境 他是这么讲的呢 他这里来说 萨迦伯达拉 还是站在我们的观点来说 如果以共享和 本来没有二月的显现 这两种显现 除了意识以外 真实 按照你们有名前排说 承认那样 在对境上存在 所取经的方式来真实存在 以一体的方式来存在 你看他这里 萨迦伯达拉 他自己也是承认 这两个是 显现经自己也承认 他这里是二种显现经吧 自己也承认 二种显现经 除了意识以外 真实有自相的方式来存在 你旁边的一些人观看 也应该能看见 就像是瓶子一样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分别念当中 出现一个瓶子的概念 瓶子的概念的时候 然后我旁边坐的另外一个导游 那么他也应该 心里面想起了刚才瓶子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具有自相的一个对境 具有自相的对境 如果在前面 我们两个坐在这里 为什么见不到呢 就像是柱子放在前面 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 两个人一看 马上能看得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他的本体是 真正有自相存在的话 那么两个人坐在这里 应该能看见 但实际上是不是看得见呢 并不是看得见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心里面 像伯达拉公的宗相 我旁边的人 不一定能现象 因为一个没有自相的 只不过是我的一种 记忆的一种形象而已 所以根本没有的 如果我看见马法 看见二月的时候 我旁边的人 眼睛没有问题 他会不会看见 他怎么样看 也是根本看不见的 但如果你们一面前面 所说的那样 这个马法和二月的显现 真是有自相存在的话 那我旁边的人 为什么看不见 所以这说明 你们所说的二月和宗相 并不是有自相存在的 除了事以外的一种本体存在 这一点你们的观点 应该是错的意思 对方辩驳道 这样说的 他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你外境真实自相存在 第一个旁边的人 应该能看得到了 这两种外境真实存在的话 旁边的人也应该能看得到了 然后对方说 虽然自相存在 十有存在的 但是对方的人 不一定能看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他的对境 不是他的对境 就像我们身体紧紧地与自己连在一起 所以自己身体里面的内脏 心脏 肝脏等等 这些因为对自己连在一起 所以我旁边的人 根本看不到 同样的道理 我刚才那个 一中相的一些柱子的影响 也是紧紧地连在自己的行事当中 所以对方看不到的 然后我看见 虚空当中的毛发和二月的显现 也是与我自己的眼神连在一起 所有旁边对方的人 根本看不到的 所以就像我身体里面的内脏 与我自己连在一起一样 他以这个比喻来 进行回答 这样回答的时候 萨迦班智达对他进行辩驳 内身非为可见经 事故自己也不见 那么你们的这种比喻 是根本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自己身体的内脏 身体的内脏的话 不要说是别人 连自己的对境也不是 自己都是不可能 你自己见到自己的内脏 那还是有点问题 自己都可能特别害怕 不过那天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做蓝尾眼 做素素 他下半身全部是骂嘴 上半身也是很清醒 也没有骂嘴 当时正在开道的时候 他上面有一个蓝色的镜子 他完全都能看得到 自己的内脏里面 有时候有点害怕 但是一点都不同 没有痛的感觉 听也听得到 各种各样的声音 看一看得到所有的景象 自己的肠子 衣声 全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这种情况 也并不是自己能见到 可能有一些反射的力量吧 应该是以这种方式来见的 所以他这里的比喻 就是说 你们的意义和比喻 根本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刚才说是 自己的身体里面 见不到一样的 这两个外景 别人看不到的 自己的身体里面 不要说是别人 连自己都看不见 自己都看不见的话 那这里怎么会用于 别人看不见的比喻呢 这个根本在这里用的是 不恰当的 不能用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